大家晚安,我是吴姐 距离动森手游版口袋动森的官服时间 只剩下最后10天了 那在这个时间里呢 有两件事情要提醒大家 一定要在官服前做哦 第一呢就是和任天堂账号联动后 可以在Switch版本的 集合啦动物森友会获得的限定家具 口袋露营广场手机壳 OK车叶招牌 OK游戏机 幸运饼干推车 林营广场的装饰 露营地招牌 露营车模型A 露营车模型B OK车叶帽 OK车叶外套 露营者T恤 任天堂有在官方账号上公告 这些家具呢 只有和目前的版本联动 才能够获得哦 未来新的买断版呢 就没有办法透过联动 来获得这些家具咯 也就是28号前没有入手的话 以后可能只能和其他玩家要了 所以啊 一定要在28号前 联动好任天堂的账号 不管是手机还是Switch 记得两边一定都要是 同一个任天堂账号哦 那如果你两边都有玩 但是没有联动过的话 这边简单教大家联动的方式 首先呢 到设定将任天堂账号绑定 完成后 接着只要在手游版的画面上 点击右下角四个方块的图示 点选My Nintendo 在这边呢 我们可以在手游版 获得Switch版本的 限定家具与服装 而Switch这边呢 也会因为这样就可以解锁 这11件手游版 联动限定的家具与服饰了 解锁后呢 这些家具呢 我们就可以在离端机上面购买咯 第二点呢 是最近更新的新道具 没有错 在官服前呢 任天堂突然给了一个惊喜 现在登入游戏 与任天堂账号联动后 就可以获得一棵纪念树 那这个纪念树可以做什么呢 根据官方给的说法呢 拿到这棵纪念树后 把它种在你的录音地 等到换过去新版的手游动森 并继承记录后 这棵树会带来惊喜哦 那究竟会是怎样的惊喜呢 我自己呢 是会幻想会不会变个神木之类的 那你们觉得会是什么呢 结果呢 就让我们等到游戏上市吧 在我们靠近纪念树 与它互动的时候 还会发现这棵树 是有它的花语的 是不是让人很感动啊 这棵纪念树的入手方式 也是先联动账号后 再买任天堂兑换就可以获得哦 这是唯一入手这棵树的机会 大家不要错过啦 以上就是这次手游版官服前 应该是最后的情报了 那之后呢 有任何新消息会再为大家送上啦 那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 拜拜